遭到苏拉台风肆虐的花莲秀林乡 河中部落居民看到现在天平台风逼近了 大家都是胆战心惊 虽然是已经有撤村的撤离准备 但还是有村民的赶快回家堆沙包 就怕来不及搬走的神明 到时候在台风天二度落难 苏拉台风摧毁河中部落的巨石 还没清理完毕又有台风来了 众机械急忙轻运 就怕他们变成危险的不定时炸弹 这头小朋友也动员敢做沙包 苏拉台风的土石流灌进小庙 足足有一个人高 这次台风来没人敢留下来 皇家两兄弟请假来堆沙包 是怕神明再次落难 一排不够 如果真的是真的冲进而外 一定会冲破的 我们预计是说我们要三排 台风接连来报道 哥哥的心理已经在盘算 要千村另辟家园 再怎么舍不得还是要搬走了 生命安全嘛 对不对 刘静依也是苏拉台风的受害者 惊魂一夜逃命之后 回头房子只剩下屋顶 七十坪全部移为平地 一家七口气人篱下等待重建 说什么也不肯离开部落 这一回能不能躲过天平台风的侵袭 对苏花公路旁的河中部落来说 同样也是一把赌注 中文新闻流量和全网泰SNC小组 在花莲报道